原标题 紫黑的妖怪,全身金骨临寻,一看就是难缠的角色,观音深厚的木栅瞬息而上,手上便出一根混铁棒,就和眼前的妖怪站在一处,妖怪手中拿着的是一根宝杖。 这个紫黑色的凶恶妖怪,不是别人,正是后来成为唐僧三弟子的沙和尚,他此刻的蜂魔状态,是因为受到的痛苦实在是太多,等到木栅一语惊醒梦中人,木栅惊醒了沙和尚,他才恢复正常,赶紧去找观音菩萨赎罪。 普度众生的观音菩萨,当然会给沙和尚赎罪的机会,并告诉沙和尚,只要能够保护唐僧西天取经,不仅可以把之前的罪业一笔勾销,还可以恢复原职,重新做回当年玉皇大帝的卷连大将,而这一次妖怪的经历,也是一次考虑。 沙和尚,当然激动不已,不仅不用遭受折磨了,才有了赎罪的机会,当即对观音菩萨跪拜表示感谢,就在这时,他脖子上的骷髅项链碰撞晃动,让沙和尚想起了一件事,担心引起什么不好的事情,赶紧上领观音大事。 原来,沙和尚脖子上骷髅头一共有九个,来自被他吃的取经人,在这字里行间,我们能够想象到这样一个场景,在唐僧西天取经之前,还有九位取经人,他们或许来自不同的地方,但都需要渡过刘沙和,然后,蜂魔状态的沙和尚出现,这九位取经人都化作了骷髅。 为什么沙和尚脖子上的骷髅头只有这九个取经人的呢? 因为刘沙和尚是落水,无论什么东西都会沉下去,即便是阿格毛也不能漂浮,但是,这九个取经人的骷髅头却沉不下去,招伏在刘沙和尚的江面特别显眼,沙和尚心想一定是神物,于是,串起来挂在了脖子上当作项链, 往常本来是没什么事的,如今沙和尚已经知道自,只要等待西天取经的唐朝和尚,同样是取经人,担心会影响到自己的赎罪之路,于是,向观音菩萨提起了这件事。 观音菩萨当然知道是什么情况,却没有说,只是让沙和尚继续带着,到时候自有用,便飘身而走了。 等到唐僧师徒一行到来的时候,那时候,沙和尚还不知道自己在阻挡自己的师父,只是觉得,猪八戒和孙悟空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威胁,尤其是孙悟空,他印象非常深刻,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那只猴子。 于是,沙和尚归缩在流沙河底,猪八戒毕恭心切,冲下去和沙和尚大战,但是往常无谓的孙悟空,却罕见的没有下水参战,而是让猪八戒想办法把沙和尚给引出水,他在出手,这里孙悟空的是因为怕水吗? 并不是,孙悟空之所以没有贸然的下水,去沙和尚的老巢战斗,是他看出了沙和尚脖子上,那一串骷髅头项链的不凡之处,要知道孙悟空可是有火眼金金啊,就连观金仆,撒等人的变身术,都不一定能够瞒过去,也就是在这里孙悟空起了疑心。 西天取经真的这么简单吗?凡人之躯的唐僧,如何才能够在妖魔林立的西天取经之路保护自己? 或许唯有恢复自己前世的记忆才行,唐僧作为第十世,需要恢复之前九世的记忆,才能完整拼凑出金铲子的记忆,这里沙和尚脖子上的骷髅项链就是关键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